吉安湘在110年成立了环保志工队 总共有34支队伍 1100位的志工热情加入 21号下午 香港游淑珍亲自镇上的环保志工背心 除了感谢志工们的热心工艺 也期许在大家齐心努力之下 吉安湘的环境会更加清静整洁 成为最幸福的居住城市 吉安香港游淑珍号召民众加入环保志工行列 110年一开始就有34支队伍 1100位志工热情参与 21号上午 香港游淑珍还赠送了环保志工背心 让每一位志工伙伴在打扫社区环境时 有明亮的标示 也凸显队伍的名称 让大家看到志工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自从我们在109年 获得了我们全县清静家园第一名之后 我们陆续的成立我们的环保志工兼兵 我们成立了34个环保工作队 来自于我们各个社团 各个村里 各个村长 以及我们愿意投入的志工伙伴 也有非常多是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甚至于来自于花莲市的原居物 都愿意投入到我们吉安乡的 这样的一个相近的任养跟打扫 我们相信集大家的力量来做好环境的防护 我们做了黄色非常亮眼的背心 然后呢打上了各个这个环保志工队的队名 我们相信穿上去是一份荣耀 穿上去是一份职责 我们共同一起来双守护家园 34支环保志工队 由各队队长代表接受乡长的颁证 他们要把背心带回去 将来志工们在进行环境清洁工作时 能够穿上背心 让更多乡亲看到环保志工队的用心和辛苦 也希望可以唤起大家爱护环境整洁的功德心 一起减少制造垃圾 让亲近家园更加美丽 吉安乡 环保志工队出发 是鲁慧前相报道